清水低热连外道路为进出清水低热公园的唯一道路 全场约3700公尺 路线蜿蜒 路幅狭窄 大部分的路宽约4到5米 汇车不易 县府去年投入了2000万元来办理改善 增设时处的闭车道以及护栏 预计在今年3月完工 尽管如此 地方人希望县府将这条属于乡道乘级的连外道路提升为县道 以利争取更多经费来办理全县拓宽 其他事 希望做一次就做大大条 但是这有一个困难度 我们慢慢来改善 这我们可以接受 必然踏出去就是有机会 希望未来 因为管中的重视 除了跟地方观光好后 慢慢来改善 因为这次要到位 我也知道那困难度很大 我们有重视 慢慢来改善 总是有一天我们把它做好 你整条扩宽 那你以后要把它弄成线道 才有机会嘛 你只是弄10个闭车道 那大家还是有几的地方 大家还是不能闪过闪车嘛 对不对 所以既然这个是一级观光区 那所以整条路其实应该要把它修成 做十双线道 应该以这个目标 做这个出发 对此县长林子庙在听取地方意见之后也允诺会进行研议 有时候会再跟我们工程单位啊 所有的县府的团队 我们呢会一起在讨论向中央来争取啊 然后呢 刚刚有你们乡长和乡长讲的 还有李乡长讲的 我都有听进去了 清水地测公园为宜兰的热门旅游景点之一 人潮络绎不绝 地方期望透过提升为线道层级 更有助于全线的改善 一劳永逸 解决游客的交通需求 也更加提升安全性 宜兰新闻记者许世民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